這個一行十三人的旅行團 今早早七點已經在高鐵西九龍總站 這裡集合 這個行程會包括一會乘高鐵 去到東莞南下車 之後就會去參觀重湖煙雨這個景點 之後去到下午吃完 下午後就會去到酒店浸溫泉 晚上就會在酒店吃自助餐 不過未出發之前 不少的團友就已經遇到阻滯了 他們在填寫入境內地的健康申報表時 不少團友都不懂填寫 特別是他們搞不清楚 究竟香港屬於境內還是境外 亦有些團友不知道應該留下香港的手提電話號碼 還是內地的手提電話號碼 要由旅行社的職員協助填寫才能解決 剛剛說過這個旅行團 早上七點已經在西九龍總站集合 原定是8點01分 第一班上廣州東的列車班次去東莞南 旅行社見到這個情況 就為免團友太趕 所以就將這一班列車改成10點鐘的列車 所以團友會遲了兩個小時才出發 有團友就跟我們說有一點失望 本身是希望搭首行的列車 也有團友說疫情三年沒有出過去香港景 希望可以去內地玩一下浸溫泉